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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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音乐 这样活得好好的 是吧 你不看画 也能穿得很暖和 是吧 但是它是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的一种精神基础 所以它是非实用性的 而且这种艺术的物质材料和人的心理发生的直接的联系 所以它和人的心理活动和人的感知 知觉 感知 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情感等等 这些都发生直接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种感性的一种材料 所以我们把艺术的物质材料 包括音乐的物质材料 叫做是一种感性的材料 是这么来理解的 那么构成艺术作品的物质材料 它实际上 它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呢 它是在人和艺术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也就是我们通过声音 我们了解到音乐是什么 通过色彩和颜色 通过颜色和线条 我们了解到美术作品 绘画作品是什么 所以它是在我们人和艺术之间 建立一种文气 所以有人也把这些材料 是叫做什么 叫做艺术的媒介 所以音乐的艺术的材料 也叫做艺术的媒介 那么音乐的音响作为感性材料 那么大家肯定说是没有音响 怎么叫音乐呢 对吧 但是究竟应该把音响的音响 现在在什么范围之内 也就是哪些音响 它是属于音乐的音响 哪些音响 是不能属于音乐的音响 所以我们通常以前 在传统的概念当中 就是乐音和噪音之分 就是乐音是用于音乐的 也就是有规律的声音 是用于音乐的声音 而噪音是没有规律的声音 是不能用于音乐的 由于现在音乐的观念的调整 所以在现在作品当中 它也会出现噪音 出现一些非乐音的一种音响材料 所以我们简单用乐音噪音的区分 是否作为音乐的音响材料 物质材料 这是不够的 那么下面我们具体地来看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 是属于音乐声音 或者音乐声音 它有哪一些基本属性 这儿我们先来谈两个方面 或许还有其他方面 我认为最基本的方面 是体现在两点 一个音乐声音 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声音 也就是非自然性的 也可以说是和自然的声音相比较 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声音 第二种呢 音乐声音是表情性的 它是非语意性的 那可以说是和语言的音调相比较 我们知道语言说话 每一句话都是有语意 包含语意 但音乐的声音是非语意性的 它是表情性的 那下面我们具体来做一些解释 我们先来看 非自然性 创造性 我们知道音乐的声音 每一个声音 它都是通过人的创造体现出来的 也就是任何一部作品 都不是来自自然 都是我们经过人的 作曲家的思维活动 创造出来的 也可以说是没有创造 就没有音乐 没有创造性的因素 任何声音 也都不可能成为音乐的声音 那么所谓创造性 它是在自然存在 或者现实存在基础上的一种突破 超越了自然 超越现实 所以就创造了 我们把最初的 音乐的产生和后来音乐的一种 艺术的发展都看作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可以说没有创造性 就不会有今天的音乐的艺术存在 但是我们要会提出一个相反的问题 有人说 现在音乐当中 比如说瓦利子的 法国作曲瓦利子的电铃 它里面用了很多自然的声音 那你说这部作品就不是音乐了 因为它非自然性 你说很多自然的声音 你说它怎么来说明 它是音乐作品 它明明是自然声音 你说为什么非自然性 下面我们先听一下 这个电铃的片段 想听到这里 就不是音乐 了 节奏 击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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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听一点点 有时间关系 这部作品它实际上打击乐和一个自然声音的一个混合 那么这个自然混合它实际上是个气笛声 那么这个气笛声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可以作为音乐材料 是非自然性的 它是个自然声音 但这个声音当它被作曲加排列和组合在这个作品当中的时候 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自然功能 因为原来的气笛声干嘛呢 照顾大家走了 要上船了 要上火车了等等 但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声音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 也就是它被作曲加已经赋予它创造性的因素 排列和组合在音乐作品当中 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自然声音 所以它依然是一个非自然性创造性的 你别看那个现代作品报斯特克豪森的作品里头 用了很多的自然声音 但是它被排列组合在音乐作品当中制作的时候 它充满了创造性 而原来自然的属性已经失去了 没有人再会听到这个声音 我去赶火车去了 我去赶轮船 不可能 这个自然属性已经失去了 这个是举一个例子 极端的例子 第二是非语音性 表情性 虽然我们说音乐和语言 它都是用来表达的 但是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语言它具有一种约定性 比如我说桌子 肯定知道是这个 四条腿 什么一块板 这个东西 我说吃饭了 就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 不知道它有一种约定性 当然音乐的 它的表达没有约定 没有具体的含义 意思是表达什么呢 当然古代我们有些说法 公伤自语 公为什么 公为什么 语为什么 但是这个它是不客观的 但音乐它本身没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所以它是非语异性的 它表达的目的也是不一样 语言的音调 与音乐的音调所具有的表达目的是不一样 语言词表达是什么呢 它是体现以理性为主的一种信性 而音乐它是表达以情感为主的一种信性 这是苏联的美学家莫·卡钢 他说的一个 我觉得说得很好 但另外呢 就是音乐的音响和语言的表达 它往往又有一些联系在这 这也是为作曲家创作标题音乐提供的一种依据 为什么我说一个标题叫做大海 这个大海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对象吗 怎么用音乐来表达 你说天鹅 它显然是一个动物 很具体的 它怎么会能用音乐来表达 另外就是我们所要表现的一种故事 这种情节 表达一种历史的一种事件 或者表达一件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等等 很多标题演员 比如罗密欧·朱利叶 它是一个戏剧故事 那么这么一个戏剧情节 你怎么通过音乐来表达 梁柱也是中国戏曲的底裁 戏剧的底裁 那你怎么来通过音乐来表达 这个作曲正是利用 在音乐和语言的表达之中 有些共同因素 它来进行表现 然后通过人的一种想象联想来体会到 通过听众的想象联想来体会到 音乐中所要表达的内容 也就是在音乐的声音和语言的声音之间 它存在一种共同的表达音素 就是表情音调 这种表情音调 大的声音表达愤怒 轻轻的弱声音 它表达虚弱 有些很柔和的声音 它表达一种爱情等等 所以语言的表情音调 往往能决定语言的总体的含义 看这个人很凶猛 我虽然不懂德文 讲很凶猛 他肯定是对你有意见 他很殷勤 他肯定对你有好感 我不听得懂没关系 但他用总体的含义我们是知道 他通过高低 大小粗细 刚柔等等 来体现出来 那么同样的这种语言音调 在音乐当中也是体现 比如我们说作曲家 用很柔美的小提琴来表达爱情 这个是很多 比如我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柱里 就是小提琴 实际上是一个主角 他本来就是小提琴协奏曲 他用这个小提琴来表达梁柱 这个爱情故事 是非常好 非常合适的 下面我们听一点点 这个大家很熟嘛 可以听听 听听听听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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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 爱情的故事 所以音乐的声音它是非语异性的 是表情性的 它的表情性 有时候也可能可以表现 某种语异性的内容 但是并不是音乐自身就具有语异性 而是我们的听众 通过我们的想象 根据标题的提示 通过我们的想象和联想去获得的 尤其是Hansley所说的 每个听众把我们自己的心情带了进去 我觉得讲得很好 那么音乐声音虽然是非语异性的 但有时候它也作为一种约定性的音响 存在的可能性 大家看过那个冰山上的莱克 这个老版 现在新版我没看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五六十年 也就是几部电影好看嘛 去看 它里面有个阿米尔是吧 阿米尔一个战士 小战士 连长 古兰弹幕是什么 连长就让阿米尔去找古兰弹幕约会 他说你听我的笛子声音 我吹这个音调你就开始上 我吹那个音调你开始走 我吹这个音调 他告诉他 结果呢 就连排长喜欢吹那个笛子 就那个阿米尔就去了 到那边去了 电影就是这样 突然一个音调阿米尔就离开那个管弹幕 一吹他又过去了 就说明那个音乐通过特殊的约定 他也可以告诉别人 是吧 很多 另外就是在那个历史上 也有很多一种约定性的音响 比如马赛曲 象征什么 法兰西民族 是吧 国际歌象征什么 革命 是吧 革命 英雄秀义肯定是国际歌来了 是吧 东方王像什么 我们中国对领袖的一个 毛泽东领袖的一种热爱崇拜 是吧 这个很多 这个也是有 不是光宗的有的 就在一巴叶尔 财科夫西一巴叶尔戏曲里头 就马赛曲 就开始很雄壮 变得最后支离破碎 因为为什么 法国军队被打败了 所以贝多芬也用过 这种东西 所以这种约定性也是有 但是只能是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 就产生一种默契以后 或者是固定的一种 约定 熟成已经形成了以后 就会产生 但是这个不是本质的 就依然是非语异性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 音乐感性材料非对应性的特点 这我们主要是 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模仿性 它不是对应性 是模仿性 还有象征性和暗示性 在外面讲 我们知道一般的声音 比方说我咳嗽了 大家都觉得 你嗓子不舒服 感冒了 我在打葫芦了 你睡着了 这个对应 听到脚步声 就听到人走过来 我们听到终声 就知道是几点 它是有约定的 日常生活中的声音 和自然界的声音 我们听听鸟叫 肯定觉得很清爽 流水声 我们觉得非常清新的感觉 它都是对应性的 但是音乐的声音 它是非对应性的 它所有的声音 是都通过一些手段 一些表现手段去获得的 包括模仿 象征 暗示 等等 包括表情 在内 所以下面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 他们的一些做法 我们先看音乐感性材料模仿性 按道理讲 就音乐模仿声音 那它是天经地 音乐本来就是声音 你说我去模仿一些声音 但是恰恰在我们的现实音乐作品当中 完全去模仿声音的做法是很少的 比如我一听到这个声音模仿鸟叫 模仿狗叫 模仿什么流水声 模仿雷电声音 那个音乐不像音乐了 它很少 它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它有所选择的去进行模仿 那么音乐的模仿 它只能是限定在一个方面 因为什么叫模仿 这个从模仿的概念上来说 模仿就是防噪它 那么音乐的模仿 只能限定在对声音的模仿 用音乐来模仿某一种声音 这是肯定的 所以它总是在声音的属性范围内 进行模仿 那对模仿对象的某些声音的属性 进行一些具体的防噪 比方说音色 音高力度等等 比方说我们模仿鸟叫 鸟叫的音色是什么 是很柔和的 不会这么 看乌鸦是不一样 呱呱叫 音高 比较清脆的 力度很弱小的 不可能有鸟叫 那也就乌鸦 少一少亮 一般 嘟嘟嘟嘟嘟 这真的小声音的 很柔美的声音 那对雷声的模仿也是 打雷 第一 节奏它是没有规律的 哇 没有规律 没这样打雷的 没这样打雷的 肯定是无规律的 接奏无规律 第二是巨大的声音 还有由弱到强的 为什么 雷电 电是从远处而来的 都这样 是吧 雷电 所以它把八戒声音的属性 掌握住了以后 它去模仿它 等等 下面我们听几段音乐 我们来感受 先听贝多芬的田园教掌声 第二就讲 在田园 一名叫 无法管理起来 无法管理起来 听到没有 很小很小 明天天天天天 长哥 我们听一点点 第一种类型就是通过对声音的某种属性的模仿 来达到所表现环境的对象的一个目的 因为它比如说田园交响曲 它要让别人感觉到田园那种美景 同时要用听觉上感觉到它 它有些是鸟叫的声音让大家感觉到 第二种方式通过音乐中的音响进行的某些属性 音响进行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节奏 是吧 节奏 进行过程当中的节奏 特别节奏和速度两种 那么这类模仿已经涉及到 单纯的音响声音范围之外的一些其他因素 音响的基本要素就是音色 力度等等 但是节奏是一个声音的一种过程 声音过程体现出来的 那么就是还有就是速度也是在声音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 所以它严格地讲是体已经超越了声音的 一般的它基本属性之外 也就在声音进行过程当中的特点 魔法 比方说我们听两个例子 一个是海顿的时钟交响乐第二章 整个过程第二章它就是一个节奏 就是时钟运走的 而且它这个安速度是60分钟 一分钟60拍的速度正好是按电章来做 第二个就是肖邦的前奏曲 待会儿我们再听 先听一点点时钟 大家都很熟 我觉得都是很熟悉的作品 整个乐章 掌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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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